出乎医療單牌 你怎麼自己弄清楚 聽怎麼唱得OK吧 這我早上喝的大骨湯啊 還真是早上一杯晚上發味啊 週一至週五晚間7點30分 歡樂小小叫 讓你笑到動不動 你看一下 秀套 加一顆蛋啦 是有種越境的感覺 翁翁 趕快叫給詹姆士 蛤啊 我結婚了 我們不用電鍋 我們看你怎麼熟好不好 不要啊 嘿嘿嘿 不能開玩笑 看 難怪你難怪你也沒人 到秦蘭大主廚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群女跟我這樣過 我是覺得說 媽媽如果你這麼有愛心的話 在家裡打燕麥奶昔會更好 燕麥奶昔 對 其實我在家裡常常早餐會這樣做 就是說你那個極融 那個就是燕麥就可以了 對 那你把它泡開 然後我們加上一些水 加上水果 我們可以放一些比較能夠幫助腸道消化的 像木瓜啦 奇異果 奇異果啦 然後或者是說比較熟透的香蕉啊 放下去打 不一定mix在一起 就是說你可以選擇小朋友喜歡的口味 你可以加上它纖維 然後又增加了水溶性纖維 然後又有水分 而且打起來味道很好 真的 真的小孩愛喝 然後如果你家裡有寡糖 我剛剛講的 再放一些寡糖進去 其實味道真的很不錯啊 夏天桌把他弄得很冰這樣 冰沙這樣子 對啊 也不錯 冰耶 挪衣絲一定覺得不好 太冰 挪衣絲一定不好 在中醫院就半大劑 對 對 皮胃虛的小孩子是不行的 但是上火的 這種燒熱的稍微可以 那個還OK對不對 那中醫角度 能不能給一些什麼茶飲 喝一喝改善病例 像茶飲的部分 剛剛講說如果是燒熱型的小朋友 你可以用那個絕冰籽 絕冰籽的話 它就抓一小把大概是三千 然後你去把它煮一下 大概就配600cc的水煮一下 然後加一點蜂蜜 這個的話它就有清腸道 然後也有那個蜂蜜潤腸 但是一歲以下的小朋友就不用 就是給它用喝的 喝的就好 這個的話它就可以幫我們的腸胃暢通 因為本身絕冰籽 它就是有幫助緩泄 就是有一點可以幫助排便的一個功效 那如果是脾胃虛的小朋友 就用黃旗紅棗 然後就煮 因為剛剛講脾胃虛 表示你蠕動不好 所以補氣 然後把它煮水了之後給小朋友喝 那一樣如果小朋友覺得不夠甜 你加一點點蜂蜜 然後它就是幫助我們腸胃的氣比較充足 它蠕動比較好 就比較不會便秘 那如果說現在小孩子已經有便秘的狀況 我們要關心人家 救急一下 能不能弄一個什麼 吃下去 這個還蠻好吃的 這個 這個是在夜市賣的 對啊 很像 很像 好 不是在夜市買的 是我們自己做的 譬如說這個番茄 因為番茄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膳食纖維很多 那裡面夾的是 大中蜜棗 蜜棗 不是外面賣的這種狀聲甜 不是 好吃嗎 好吃啊 真的好吃 可是要記住 因為我小朋友太小 請把它切小一點 免得它噎到 噎到 噎到 趕快拿來 會比較好吃喔 不好意思 我忘了你們都貝蜜 這個最大人來講 應該也有作用對不對 因為你平常小朋友想要吃什麼 零嘴啊 什麼炸雞啊 或者是薯條啊 這些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給它吃這樣子 好 那另外這邊有什麼 按摩的方法可以舒緩一下小朋友便秘 哎呦 厲害 零是加成就對了 對啊 吃完之後 然後再按 要不然馬上就去廁所了 我們小朋友便秘的話 可能要借一下那個黃醫師的那個 負責 不是 是屁股 對 它都握手 因為小朋友的時候 他的穴道並不是那麼好找 所以我們在按摩小朋友 都是一個區塊為主 那如果是熱性便秘的話 你就是手握住小朋友的 因為小朋友小時候比較小 你就是固定住他的手 然後用大拇指從虎口 熱性便秘的人 是從那個虎口 往我們的獅子這邊用刮的 用刮的啊 對 用刮的 那你用刮到粗殺嗎 不用不用 我們就用刮的方式 因為我們的那個 湯匙可以嗎 它最好是用手這個部分 對 因為我們的力道 比較清楚這樣子 然後就是用刮的 然後因為我們的手的話 就是大腸筋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講說順筋的話 是補膩的話是蟹 所以火氣大腸位 那個比較便秘是屬於火氣大 剛剛講說口乾舌燥啊 嘴唇紅的是用這個方式 那如果是脾胃虛的就是瞬間 就反過來 對 如果是剛剛講說 你腸胃是動物比較不好的人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反過來的 這個方式來刮 所以不是按肚子 對 這個小朋友的話就是 當然腸胃你如果他便秘 有時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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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擠出一點大便 是可以的 但是比較容易的方式 就是在手部的這個部分 去做一個按摩 最後幫我們總結一下 這個小朋友怎麼樣 讓他不要再便秘了 之前有一個廠商呢 想要藉由他的產品呢 想要知道說 這個裡面加了一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讓孩子不要便秘 所以他就找了兩組媽媽 一組媽媽呢 就是喝這個原本的牛奶 但裡面沒有加這個產品 那另外一組媽媽呢 就是喝這個牛奶 而且有在裡面加這個產品 然後就經過這個一個月之後 就來驗收啦 看看兩組媽媽這個 你們小朋友便秘的狀況 就發現有加這個東西的 那一組孩子呢 這個上大號的次數呢 變多了 一個禮拜本來只有三次 變成五次 這樣子就增加了兩次排便 就你知道嗎 本來沒有加藥的 沒有加藥的那個牛奶 那一組媽媽的孩子 他的孩子的便秘 這個便秘的次數也增加了 兩組都進步了 然後看不出任何統計的效果 這時候常常就很困惑了對不對 這個結論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所以最後我們才發現 為什麼那個沒有吃這個神奇的藥物的 這一組孩子也會增加排便 因為他加入這個事情之後 媽媽每天就說 那個排便時間到了 上完這個吃完飯就 你去蹲個廁所吧 關心變多了 你去蹲個廁所吧 對 因為關心變多了 因為蹲促變多了 所以這些孩子每次吃完飯 十分鐘 十五分鐘 就被媽媽叫去上廁所 結果他的排便狀況也改善了 所以今天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提 你只要每天吃完飯 你也除了飲食調控之外 每天吃完飯十到十五分鐘 其實你的孩子就去蹲個廁所 不用逼他 不用強迫 放個音樂 讓他輕鬆的 待個幾分鐘說 媽媽沒有 沒有就算了 就出來 下一餐再去這樣做 其實就是一個 讓你孩子改善便秘的好方法 這個是好的建議 不然很多小孩 你們就要去上廁所 他自己受不了了 小孩子都只顧完 對不對 他根本跟你講 我不要 我不要 其實他其實有的 對 那吳老師是不是最後也要提醒一下 好啊 就是從小不要讓它太好命 好不好 媽媽不要那個 讓它可以吃苦是不是 對 要讓它可以吃渣 吃渣很重要 就是說你要那個 好不容易果汁弄出來 還在那邊用給了紗布綠什麼東西 然後還就是說 從主食一定要下手 從小它開始副食品的時候 可以就是可能糙米就可以進去了 蔬菜水果 可以從小就放到糙米粥裡面一起熬 就讓它習慣那種 就是尾巴不是這麼平滑的感覺 最後多喝水 非常的重要 對 很重要 好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的父母呢 為了讓小孩子不要便秘 常常是我們繞了很多的冤望路 去找各種的方式 但其實發現你看 從生活面簡單的著手 其實很容易 小孩就不會便秘 當然包括大人也是一樣 我們也要有生俏 我們也要這樣子去做 就看做不做而已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營養健康痘類 僅是缺鈣元凶 今天在恐怖狂是 痾 痘痘 痘痘最大的困擾 在裡面的纖維值如果多 摄取了非常多纖維素的時候 纖維素是會抑制可以吸收的 今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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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